杨氏速度 没有诶 杨氏速度 没有诶 杨氏速度是什么 有 我有听过 以前跟同学一起有报名 拆架过杨氏速度 杨氏速度创立于1970年 作与英才无数 其中还包含许多 知名艺人 知名YouTuber们都学过杨氏速度 学速度会让小孩子伤眼睛吗 会不会伤害小孩的眼睛啊 果然 家畅们都很重视孩子的健康了 那我们就有请杨氏速度的班主人 Ruby来跟大家聊聊吧 一般人在看书的时候 一个字一个字看 他会看很久 所以导致他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用眼的时间很久 他的休息时间相对就被压缩了 所以其实呢 Joy速度之后呢 我们不再是一眼看一个字 而是呢一眼看好几个字 甚至整面整面的看 增加的就是阅读的速度 当你阅读的速度增加了之后呢 你的阅读时间相对缩减 就有更多的时间呢 可以让眼睛休息 那让眼睛休息呢 就是对眼睛最好的保护 那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呢 我们也会教学生呢 护眼操 怎么样保护眼睛 让眼睛呢 不会受到伤害的方法 会 会 会让他体验 在学习专注上面 会很有帮助 会啊 会啊 因为 什么方法都可以去尝试啊 我是觉得说 不要说一开始先入为主 我是觉得说 有什么就可以小朋友去尝试 说不定他可以得到 更好的学习成果 学习的东西 对他有帮助的 当然是我们会愿意 可以体验吗 当然可以 哦 那我应该会考虑哦 是 我们不定时都会举办体验课程 欢迎您来电恰询哦 我是没有看过 我是不太相信的 是个人的钱 这我就不理解了 哈哈哈哈 我们听听Ruby老师怎么说呢 我们一般人在看哈利波特的小说的时候 总不会一字不漏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记吧 但是我们一定会记得 哈利波特里面 重要的剧情人物 还有发生什么事 那速读也是一样 速读呢 就是让你能够阅读理解 让你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呢 用自己的话呢 把它说出来 你所看到的重点 而不是一字不漏的背下来 因为一字不漏的背下来呢 它是实际硬背 你没有真正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 一般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会独自阅读 像这样 你能用一秒钟看完 且能记住全部内容 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会有的默念 那但是呢 如果你经过速度训练了之后呢 你会发觉其实 这些字啊 我们一眼呢 它都可以全部看进去的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一眼可以看进去 那一眼既然能够看进去的话 你何必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读呢 那这样子的效率呢 就比较稍微弱一点了 那所以呢 速读是教你能够有 字群阅读的概念 让你能一次呢 用眼睛看 然后呢 头脑直接反应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眼脑直印的概念 那眼脑直印呢 应用在钢琴师的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比较了解 一般呢 钢琴师在演奏歌曲的时候呢 五线谱一拿来 马上呢 手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 他也没有去念 哪一个音符呢 是Doremi 都没有 眼睛看下去 直接通到反应 就弹出美妙的歌曲了 其实呢 速读的精髓呢 它就在这边 一分钟 看上万个字 听起来遥不可及 但人的大脑有无限的可能 给孩子一个开发他的机会吧 一个技能 就能受用一辈子